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政部的预算的数据 而现在美元的走势是涨跌互建的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升到了1.4640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下滑到了120.19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今天是下降到了1.0585 还保持在一个熊市的轨道当中 新的压力线形成在1.0635 短线期看整个的压力线将依然对于整个的比价承担压力 并且看到比价下降到1.0520之后 下滑到1.0460 如果比价能够反弹并且突破1.0635的话 还是有望在未来攀升回1.0685之后上升到1.0730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进入周一以后的走势 那是出现一定程度的盘整 黄金的价格现在下降到了美奥斯1201.90美元 目前来看的话 整体的走势依然是呈现正面的 并将保持在美奥斯1192.40美元之上 未来可能会不可避免出现盘整 但是可能幅度会比较的有限 如果能够保持在支撑线之上的话 金价渴望会回弹到美奥斯1213.10美元之后 上升到美奥斯1215.80美元 如果金价进一步的下滑 并且跌破美奥斯1192.40美元的话 就可能会回归到美奥斯1185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是下降到了美奥斯16.34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Trading三重 财经电视 Trading三重